这里 jegy Hello 大家好 跟大家说一个消息 10.12.多元头条就要搬到声的频道 大家可以打 多元头条 在网上搜查 就会看得到 声的频道除了多元头条之外 还有香港故事和时代苏签等节目 记住11月12日去新的频道看机缘头条 以大机缘独特的时点和角度 解读中国和世界时事 为你分析时局走向 11月12日新频道见 特朗普摇摆州密集造势 拜登连续口误之后重返地下室 红三代揭备83吨黄金案 真金已经暗中运到香港 美中之间飘出火药味 甘肅沙漠复制冲城基地 共军演练导弹攻击 中共连发三篇反美文章 美国强硬三回应 强化日印台军事联盟 剑指中共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8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纪元头条》 我是雪儿 美国大选纵盛一个星期 特朗普正全力以赴 做最后冲刺 拜登则选择重新回到他的地下室 有趣的是拜登在当日 还发了一条推文 说还有9天 我们继续 听起来好像在说 是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26日 特朗普阵营继续开足马力 争取选票 在摇摆州的坪夕凡尼亚州 特朗普一日举行三场大型集会 密集造势 在该州第一站 阿伦敦 特朗普提出能源问题 在坟夕凡尼亚州第三站 马丁尸堡 特朗普嘲讽拜登 躲在地下失不出来 27日 特朗普又赶到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 内部拉斯加州 举行三场集会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当日也赶去 宾夕凡尼亚州的 阿特格伦同选民互动 25日 拜登宣布停止发布新闻 重新躲在家的地下室 在此之前 拜登的表现令人失望 并多次出错 25日 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的专访时表示 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俄罗斯 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根据最新的皮尤文条显示 73%美国人对中共有恶感 26日晚上 拜登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分析师纳瓦·罗交谈 就选举将决定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国家的话题 拜登似乎将特朗普和小布殊混为一谈 早前的24日 在接受美国政治播客采访时 拜登也说错话 竟然说他的竞选团队 建立了一个选民欺诈组织 对此特朗普发推文 调判拜登说拜登所说的话 真是太差了操控选举 拜登头脑不清醒 时常出现口误等问题 似乎还可以传染 在24日 何锦丽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 举行造势活动 当他走上主席台 接过助手递过来的咪 准备演讲时 忽然欲言又止 停顿一下 之后他转向询问自己的助手 我们是否在克里夫兰 当时刚刚有人在他附近用手机录音 这句话就录在手机里 在今为止 传美死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总人数是22.4万人 对此有网民发帖调刊说 难道老人痴癌症都会人传人 今年8月 中国最大的珠宝商之一宣布自愿退出纳斯达克 因为他被揭露 封存在武汉银行金库里的价值300亿元人民币的83吨黄金 竟然是黄铜 大纪元最近采访了一位 无意中深度介入该案的名叫伊启威的红三代 他说武汉金黄的百亿假黄金大案 今年2月被曝光 他说去年10月 听说香港有批黄金 是从深圳过来 是来自中共官员渠道的真黄金 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 条件是指买给大陆之外的买家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批黄金就是湖北出事的那批黄金 他说我们去关口接货 将钱交给造保的中间人 他们是香港这边黑帮的人 他们保证交易没问题 从中收取手续费 中间人拿到我们的现金之后 再去拿货 然后再由中间人将这批货带到练金厂去融却 最后他得到的是抹去所有印记的黄金 伊启威透露 这次交易量很大 不单香港大一些的帮派全部参与 澳门的黑社会也都参与了分销 还有中共滲透海外的地下势力 也都被动员在其中 被问及怎样证明他们交易黄金 就是武汉出事的黄金的时候 他说当时出于谨慎 通过国内关系 获得了这批黄金的相关文件 这批黄金是原子金有编码 从编码查到的是从武汉的银行里偷走的金条 根据伊启威提供的 武汉金黄质额黄金的部分保险单据 其中一张保单号为 PQBA4178的 中国人保财险公司的财产基本型保险单 单据表明 武汉金黄为价值6.67亿元人民币的 AU999.9据金的金条 购买了8.57亿元的保险 该保单的特别约定清单显示 本应封存在银行保管箱里面 质列编号为HF09108-15290的金条 现在却来香港 伊启威说 金条上的编号就像钞票一样 影片中 首持一块金条的质列编号是 HF13671 属于武汉金黄质额黄金保单列出的 编号范围内 大纪元调查发现 今年2月 东莞信托最先发现武汉金黄质额在金库里的黄金是假的 东昌事发虽然震惊大陆金融业 但就未见任何官方的公开报导 一直到6月份 《财新周刊》发文报导 8亿黄金大案才得以见光 但直至目前 中共的司法和金融监管机构 甚至连质额黄金的真假都未能确认 纽约时政评论员朱明博士说 这宗史上最大的黄金迷案 众多传媒被禁声 港澳的黑白两道 以及中共在港势力都参与其中 黑幕的大后台只能是中共高层 10月26日 中共五中传媒召开第一日 当日中共新华网连续刊登三篇反美文章 第一篇文章题目是干涉他国内政 尽显霸权主义本性 美国威胁全球安全七中罪之一 之后针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总额 约1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发文说中方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 波音防务雷神等美国企业 以及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到了深夜新华网再发提为中方针对美方 增列六家中国传媒为外国市团 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文章 说作为回应中方要求美国广播公司ABC 洛杉矶时报 明尼苏达公共电台 美国国家事务出版公司 新闻周刊 美国专题新闻社等六家美国传媒驻华分社 自即日起的七日内向中方申报 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 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免材料 就在中共官方宣布制裁不久 美国国务院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 最多达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 HCDS和相关设备的方案 这批对台军售一为23.7亿美金 包括100架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发射器运输车 25架雷达卡车 支持和测试设备 人员培训和培训设备等 另一方面 中共似乎已经将美军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纳入军事打击目标 日本富士新闻网25号独家报道 中共视美军驻日本冲城加首纳的空军基地为攻击目标 并且已经在甘肃沙漠复制这个基地 专家分析说 中共军方可能正在训练将其作为导弹的目标 根据卫星图像 发现在中国甘肃省沙漠地区 地面上出现巨大图案 仔细观察 巨大图案 发现与冲城美军的加首纳基地跑道的布局极为相似 防卫研究所所长高桥忏雄表示 根据测量 它的长度3,700米 与加首纳基地跑道的长度相同 而整体布局也与加首纳基地一样 此外 在跑道附近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弹坑 这些弹坑看来 已经受过多次飞弹攻击 如果中共军队以这个为中心攻击 它的命重不差 紧约为10至20米 精准度非常高 消息指 中共军队已经将加首纳空军基地作为攻击目标 这次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说法 同时美国也展开针对中共的大型军演 10月26日 两年一度的利劍美日万人联合军演 在日本九州和冲城展开 军演不单只展示出美日同盟的强大力量 更将劍锋直指中共 今年的利劍21联合军演 有几十艘军艦 几百架飞机和4.6万士兵参加 更首次增加了网络和电子战演练 美军出动大约9千军兵参加了这次的军演 包括列根号航母战斗群 阿习兰号两栖船奥登陆艦 以及第五艦载机联队的近百架飞机 加拿大皇家海军的哈利法克斯级 胡维艦·文尼柏号也同时参加 日本首相菅义伟说 日本将继续增强军事力量 以应对中共不断增加的威胁 中共近期加强了针对钓鱼岛的军事活动 驻日美军司令斯耐德·凯文·Schneider中将表示 中共近期的表现很令人担忧 不单以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 频繁在南海展示武力 更在过去数月来 持续对台湾实施军事骚扰 利劍21联合军演将持续到11月5日结束 也被外界认为是美军有意警告中共 不要试图在美国大选日前后武力攻台 另外 美国还在印度在军事上密切互动 26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印度新德里 除行人员中还有美国国防部长埃斯柏 印度传媒报导 蓬佩奥和埃斯柏在27日 将会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和国防部长申格 举行涉及战略和安全的宜加尔对话 目的是推进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并扩大合作以促进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报导说美印二加二会谈将集中在四个主题上 区域安全合作 国防信息共享 军事互动 和国防贸易 27日 印度总理莫迪将率政府官员和商业领导人 和蓬佩奥和埃斯柏会晤 并将签署一项国防合作方面的协议 印度官员表示 这项协议可以令印度获取美国的卫生数据 帮助改进印度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的精准度 今天的《纪元头条》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守护真相 永不放弃 我是雪儿 明天见 岩石 请教育